您现在收听的是由喜马拉雅FM重头打造的音频节目超级爆刊庭 最先锋的音频节目只听超级爆刊庭 本期嘉宾 歌手 制作人张一新 10月19号由张一新独立制作的专辑《梦不落雨林》《纳姆娜娜》和主打曲MV正式上线 中英文双碟共22首歌曲同步发出 仅49秒达成钻石唱片 11分11秒销售火速突破37万张 达成双钻石唱片 在新专辑发售的同时 张一新也以新人的身份在北美正式出道 一直致力于推广中国音乐的张一新 希望通过这张专辑把华语流行音乐郑重推荐给全世界 作为首位登上海外iTunes专辑榜前十的华人歌手 张一新也在新专辑发布之初 接受了喜马拉雅的专访 哈喽 一新 能和大家介绍一下你的新专辑吗 那为什么这张专辑会叫做《梦不落雨林》《纳姆娜娜》呢 这张新专辑叫《纳姆娜娜》 叫《梦不落雨林》 然后《纳姆娜》的这个话术的概念是来自于这个 《狮子王》动画片里面有一个叫做 彭彭跟丁满说的《Hakura Matata》 然后他是说就是无忧无虑抛害烦恼的意思 然后我写希望就创造出一种语言可以无忧无虑的抛害烦恼 然后就造了一个Namanana 我想玩一个游戏 这个游戏叫做我用音乐给导一部电影 我要让第一开始这个音乐一开始 第一个镜头第一个声音就要把你带入那个环境 就我相信我做到了 我听说《梦不落雨林那么nana》这首歌 你前后一共制作了有23个不同的版本 那为什么会来回改动这首歌曲呢 因为它这个 首先是我整张专辑是想把 就是less is more的概念 就是越少的东西就是越多的东西 然后把每一个声音做到极致 这样的一个概念来做这张专辑 其实就发现有一个什么样的问题 就是因为每一个音响不同的音响播放出来的效果不一样 所以必须要试各种各样的音响 包括车载音响 好车的车载音响 一般车的车载音响 包括国产车的车载音响 跟进口车的车载音响 各种各样的车的音响我都有试过 所以就是有23个版本 最后选择的是第二个版本 第二个版本是所有的音响里面播出来的都是最好的效果 你还记得你创作Nam Nana这首歌那天是什么样的一个心情吗 就是想说 就是想想看看能不能做一首就是有咖喱味的这种歌曲 大家喜欢说的是咖喱味 结果我突然一下就做了一个这样的歌曲 我自己也吓了一跳说实话 其实之前你不管是在综艺节目上 还是在微博上也好 都给人的是一种小绵羊的那种感觉 而且这种感觉是特别深刻的 但是从你的第二张专辑到孟不落雨林 感觉啊 你现在越来越不像一只小绵羊了 你是这么觉得吗 没有 其实还是百变不离其中啊 就我还是我 其实我刚刚说了 我今天说了一句很多的话 就我务实人非的世界 我还是那个张一新啊 就其实没什么改变 就只是可能 记忆更加鲜熟了一点 因为毕竟我是专业的音乐人嘛 专业的制作人嘛 那你觉得从失控到Namnana 自己最大的变化是什么呢 变累了点 本来上次上次还有就是团队啊 什么帮我编编曲啊 一起你知道吗 比方说我编一个副歌的话 他就编帮我编verse 要不我编verse 他们帮我编个副歌 这一次就整个一个人全部要搞 就确实了比较累 最累的时候是不是整天熬夜什么的呀 当然了 就是为了他那个 而且他那个在婚姻在做那个 他做完婚姻 他就要去交给母带制作了嘛 母带制作就是把所有的 所有歌曲的balance调到一样 在CD播放的时候 就大概不会有 有的音乐声音很大 有的音乐声音很小 23号 22号要交母带 我21号凌晨还在跟他们吵架 我说你是这样的话 我说我没办法要把这个歌交过去 他说那二怎么办 22号要印母带了 我要母带要制作完 25号才可以把那个蝶印出来嘛 反正就比较烦 但是我还是觉得不是那么完美 那你觉得整张专辑的美中不足之处是什么呢 美中不足之处在于时间不够 22首歌 其实根本时间不够 你不会也很希望自己的一天能有48个小时吧 你希望 但不可能嘛 就已经是再这样折叠折叠再折叠了 整张专辑你最喜欢的是哪一首歌 就我自己比较喜欢的 我说一下 Nam Nana Give Me A Chance Mapodove 前三 第四是快门回溯 跟Don't Let Me Go 和那个叫什么 幸福上瘾 然后再往后排就是什么香水和贝壳女孩 还有那个坚持 除了那个刚刚说的快门回溯跟那个 那什么 催眠术跟快门回溯 是我跟我一个编剧弟弟一起在酒店里完成的以外 其余的都是个人做的时候都投入挺多感情的 但是还是时间不够 时间再给我多一点 这个好很多 时间不够 没办法 你没办法跟时间 你没办法跟时间打架 你没办法说你等一下你停 不准走 这种 听说在梦不落雨林MV当中你是创意总监 MV中开头有这样一段很有地域特色的旋律 而后半段又变得很酷 当初你的创作灵感是什么 对其实这个MV它其实元素再多不要忘记有一个主线 其实主线我就说了就是它整个概念是炼金术 炼金术就是找寻心中的金字塔 至于在里面那些元素就是代表着是对这个人这个MV出现的我 比方说他是一个快递员 他在干什么他在做什么每个东西代表什么都有他寓意的 为什么要加入这些元素进入MV当中呢 你读过一篇一篇书叫《牧羊少年奇幻之旅》吧 对吗 你有没有觉得你有没有看到那个车叫什么名字 你有没有看到那个我躺的地方在哪 你有没有看到我脖上挂什么 这全部都是细节 比方说船代表着什么 你有没有看注意 你回去再看一下我看船的时候我是什么样的表情 船为什么在我醒来的时候船会不见 这全都是有讲究的 看的越多其实在意的注重的细节就会越多 而细节发现的越多就这个故事就越完善 诶张艺兴 这次的新专辑龙登主流音乐平台的年榜第一啊 这个成绩是非常不错了 你之前有预料到吗 没有预料到这么好 但是多多少少预料到了一点点吧 但是这还是粉丝给的支持嘛 就其实还是就是刚刚开始他的征途才 第三张专辑的征途才刚刚开始 具体他到底这是一帆风顺 还是半路夭折 这个我觉得就是还是要交给时间 走走走走看 我确实张专辑还是想 做一个跟美国市场的一个沟通交流嘛 然后但是我不要离开的大 不要离开大众 然后又能够跟国际接轨 又能够再用声音去匹配 跟国际那些音乐去较量的这样的一个 整个的这样一个project 对吧 所以包括Muse Video也是大制作 音乐也是大制作 反正各种各样的就希望拿到最好的成绩吧 最具体最好的成绩怎么样 还要骑驴看唱本 那你现在紧张吗 紧张 现在不知道现在到底是个什么情况 就是现在因为 我其实现在就差一个机会 当我如果拿到一个机会让别人说 看到说有一个这样的艺人 中国艺人在做这样 中国音乐制作人做这样的音乐的时候 我才能够拿到最后的到底是好还是不好的最后的评价 这确实需要等一等一等 你刚刚也提到了北美的一些数字 其实这一次你还有一个大动作 就是以超级新人的身份 在北美出道了 为什么要做这个动作 你的初心是什么 不想待在这个安全区 怕自己就是忘记初心了 最强的歌手要到 你从17岁就已经远赴异国当新人出道了 那这一次在北美出道和之前17岁的那次出道相比 在心态上有什么不一样吗 多了信心一点 有信心一点 因为各方面都成长了 娴熟了一点 各方面技术实力 还是需要一点运气和一些时机跟机遇吧 就是这个机会太重要了 不知道 这真的很未知的 其实我希望就是11月过完以后 我把在美国做完那个showcase以后 应该差不多就应该记下答案了 张一新 你之前有提出过一个MPOP的概念 也就是华语流行音乐 你也一直在尝试把MPOP推广给全世界 你觉得MPOP推广到全世界这里面的难度在哪里呢 首先我对MPOP的定义 用两种语言 但是其中一种的最基本的一种基本语言就是中文 加上另外一种语言的融合的歌曲 我把它称为MPOP 它不仅仅是纯的中文歌 它是会把中文跟英文结合到一起 这样的话有助于拉近 在听歌那个国家人跟我们这个语言的距离 就说它有我们国家语言 大概能懂 大概能知道 但是又不知道到底是想表达什么 会对这个歌产生更大的好奇 其实很多人现在都已经开始运用 只是没有人给它定义 所以我给它定义的就是 只要出现了 首先以中文为主 出现了中文以外的第一一种或两种语言的歌曲 包括它的整体的歌曲的种类是根据EDM Hiphop Future Bass 还有R&B Urban 来所有的东西综合到一起的轨道 加上这样的歌词出现的音乐作品 我把它称之为MPOP MPOP其实它是非常有利可以推向世界的原因 在于MPOP它的最大的一个点 它并不是别的 是mix 现在很多国外的歌手都通过mix成功 就对我来说就是 我不喜欢就是大家都做的话 我也跟着这个潮流去做这样的音乐 我想做一些不一样的 然后让大家看到 让大家听到 其实你现在已经算是有很不错的成绩了 为什么还要这么拼呢 对啊 之前是之前的嘛 都老想到之前的话 那社会怎么进步 时代怎么进步 是吧 我怎么进步 最重要的是 感觉你现在工作起来特别拼命 那如果说要是给你一个假期 你会想做什么呢 去读书吧 你就让我休息 让我去读书的话 我觉得也行啊 就现在不 不知道 就现在可不可以 对啊 就看一下吧 哎 如果 我不知道 如果这一次要是在打这个美国市场 要是没有被那么多人期待跟注视的话 我觉得读书也是个不错的想法 如果要是读书的话 你最想读哪个专业 音乐 音乐跟工商管理 或者是经济学管理 哎等等 为什么想读的是工商管理呢 就对这几门感兴趣啊 因为我看书 别人在问我说 哎 你看什么书啊 我一想 我看的是什么 创业的三十六条军规啊 我看的是什么 领导力啊 还有什么社会经济学 然后还有那什么资本论 看的都是这种 我说 那可能就是读书也就学 估计也就学这些吧 听说你最近一直在恶补网络流行语 是吗 啊对对对对 DZLD 知道什么意思吗 非常流行的 DZLD 啊 DZLD是什么意思呀 正确答案 321公布 先插播一张广告 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DZLD 啊原来如此 我记住DZLD是什么意思了 其实我想问啊 就是你的粉丝 有没有对你做过一些 比较印象深刻的 用网络流行语 说的告白的话呢 让你比较生命的 确实挺多 咱这回合你生猴子 我说生什么猴子 我没懂了 生什么猴子 张一鑫我是羊嘛 你也不跟我生孩子 你跟我生个猴子出来 你懂我什么意思吗 最后啊 我还想问一个问题 就是你想对你的粉丝 用网络流行语 说些什么呢 那我这边呢 就是 嗯 我为了梦想努力 希望这首 孟不如雨 能够展现他最好的舞台 DZLD